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业朱教授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叫中国期计 中国期计他主要说的就是说中国的增长每年10%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应该是很少的 保持十几年 二十几年 前两年他从美国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做这个 说我当初就说太保守了 以前说8% 9%可以保持20% 现在10%以上已经保持了30年 可能还能保持下去 从他们回头 这是一个中国期计 这个说法我觉得应该说多数人都是认识的 也就是说你怎么认定什么什么期计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经济在过去30年这样的一个增长 有原本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农业国 到今天居然成为一个相对来说开放度比较高 对 国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世界经济体 这个变化应该说来成为一个中国的冰冰系细 劳动力成的已经在大幅度上升 其实从04年就已经开始了 04年到现在平均 实际工资水平上升平均每年 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八 这是一个很可不认的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我们GDP增长 实际GDP增长的这个变化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工资增长已经开始了 那么到08年到09年的时候有个行政 但是到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已经被拉出了开始 所以即使我们不讨论留意识转折点 劳动的成本已经在高加速的涨成 这种给我们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考虑我们前面所说的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生产要求市场化 也就是走完我们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的道路 第二个是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 美国的主要公业化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走势 有可能会逐步走向经济增长速度浪漫 通过膨胀水平上升 第三个是我们劳动人口机构发生变化 尤其是刘易斯转折点的这个逼近 最后会使得我们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我说的 从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增长 我们从这上面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 其实如果看刘易斯转折点 这个我没有看到这个台湾的数据 但是看这个日本的数据 和看韩国的数据 你可以跟大陆的数据做一个比较 它确实也能反映出来 比我们的经济 这个比我们往下的展望 会有一些借鉴力 他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 大概是8%到9%之间 但他们的通胀水平要超很多 而且这个波动性相对来说就比较大 如果这个比我们有借鉴力 也许我们以后的方向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这个真正出现的话 对大陆来说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最近在帮这个亚洲开发银行做一个研究 就是分析大陆经济起位是成功了 但是能不能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限定的这样的一个限定 因为很多大美国家在开始阶段经济增长都很成功 从一千美元到两千美元到三千美元 甚至到四千美元 到了四五千美元以后就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限定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里头问题很多 有的说是收入论费太不公平了 不败了 资源利用的效率很低了 但对我们来说除了这些问题以外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过去时只是简单的博仿别人的技术 简单的把农民变成工人 所以便提供了很大的这个技术进步 以后要好好创新 能不能创新是大陆经济能力 搞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经济学家的这个评价其实是很极端的 比较乐观的我刚才说明立夫教授大概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 第一是中国经济群体第二是他认为赶上超过美国 那就是十到二十年时间的事情 那么在他的心目当中其实他说的就是 我们保持现在这么快的增长速度 或者稍微慢一点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军型 其法从总量的来说 那么这个是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人 也是这样的这个看法 而且其法同情这样的看法 但也有人比较悲观 我刚才说的大陆的这个吴敬莲教授 吴敬莲教授认为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 他认为03年以后就没有真正改革过 那么从03年以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保持了经济增长 但是很多事情反而有可能是伤害我们下一步的增长的可持续性 当然还有更悲观的那我就会说要很多这个其他的人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受到非常受尊敬的 而且都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这个经济学家 他们的这个结论相差非常大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他们都有道理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经济的两个方面 我们过去一方面确实有很多人 但另外一方面确实创造了很多 制造了很多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步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 而我们恰恰要面对的这个变化 现在已经开始了我刚才说的三个变化 第一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 第二是要素市场 这个市场化的这个过程 必须要走下去再过这些已经没有办法 那么第三个是我们劳动劳动的市场 从过程到短缺 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 最后会使得我们中国的经济 结果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重要的我认为这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一些 但我觉得8%的增长如果持续下去 仍然是一个很强劲的增长 第二通胀压力一定会上升 过去我们十年平均1.3%的通胀压力 可能是太低了 当然有很多特殊的原因 但今后如果劳动工资要大幅度上升 如果所有的要素价格都要上升 那么不可能再把通胀水平压这么低 压这么低就会影响我们其他的这个机构的调整 所以通胀水平肯定会提高 第三个收入分配其实是会有改善的 过去十年十几年 我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所以消费就出了大问题 消费上不去是因为老百姓手上的收入 相对收入越来越少 很难实际消费 但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些改变一发生的话 这个是会逆转的 工资大幅度上升 对于增加居民收入 可能是最容易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从收入分配来说其实是会有改善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机构 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过去我们经常说 大陆主要就是把劳动会进行的出货产品 现在已经在发生变化 我相信在今后十年 发生的变化会更加巨大 这个对我们无论是从事实业投资 还是金融行业来说 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谢谢大家